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 各位先为利豪鼓鼓掌好不好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看一下利豪的测标 我现在录影的时间 我要求公司各位请看 现在录影的时间是早上10点07分 早上10点07分 大盘上涨121点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我昨天跟你说什么 我说大盘因为人家外资有没有放耶诞节 急说急动一千一百多亿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很多股票 都已经开始可以做布局的动作 你就千万不相信 各位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机会 你会不会选择陈利豪而已 各位今天节目一开始 那你看一档股票 这支股票已经很久没有动很久没有动 很久没有涨了 各位陈利豪昨天刚好买 今天拉涨停 各位股票不就是这样吗 请看 各位这档股票叫做利基 今天攻涨停 今天攻涨停 你注意看 这档股票各位已经拉回修正很久了 我昨天买的 我昨天进场的 各位今天直接攻涨停 老师啊 老师 你有没有讲错啊 老师 你真的这么厉害啊 各位我是谁 我是陈利豪 我是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的老师 各位来 请你把你的手机照相功能全部打开 全部打开 我等你五秒钟 好不好 我跟你说过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需要的是你的验证 我们不要去作弊嘛 我们不要像其他头顾老师 整天在吹牛比赛 不需要 我们要能够买得到 要能够赚得到 要能够放到口袋 那才是真的 我一直跟你们说过 如果你真的在股市里面 你真的赚不到钱 你可以来找陈利豪 很多人很奇怪 打电话到公司来 说要跟着陈利豪打江山 后来想东想西又想说 算了 等一下再看看 我老婆不答应 我老公不答应 或者一大堆的理由跟借口 那看到我们真的 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 又想说 好啊来参加一下 好了 干嘛的 各位原因很多 借口很多 各位 你自己要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那个正能量 想在股市里面赚大钱 如果你有那个正能量 想在股市里面赚大钱 各位其他的靠陈利豪就好 你想这么多干什么 各位还有一个 各位上个礼拜有一个投资人 好 封城普普的到公司来 踏出成功的这一步 我昨天跟他讲 我说现在真的可以布局的时候 因为这个投资人他东怕西怕 很龟毛了 然后昨天我跟他讲你去买利基 4968的利基 他说老师这是什么烂股票 都不会动的股票 曾经从688块打到现在 还曾经打到88块 现在110块附近 老师你真的觉得可以买吗 我说叫你买你赶快买就对了 你怎么这么啰嗦 他说老师 老师真的可以吗 连问三次 我说如果你不想买 你就不要买了 各位今天工赏停 各位你相不相信 他今天早上一打给我 老师好可惜 我竟然没有买 我真的很想把他头扒下去 我跟你讲 做股票 我跟你讲真的 你既然参加成立好了 你相信成立好了 我讲什么你就照做就好了 听得懂意思吗 所以各位请看 我现在 各位我已经给你时间了 对不对 你手机功能已经都打开了 各位来请看 各位 我们先回到昨天两个字 昨天两个字 各位注意看我分析了这么多 各位我分析了这么多 昨天几点 昨天几点 7点40分之前 各位看到没有 4968的立基 4968的立基 大家还记得在两年前我做过吗 我们做过吗 因此在这两天我们先布局好不好 110附近做分批布局 昨天 昨天开始布局 昨天两个字 4968立基 早上7点40分就在讲 买4968立基 各位看一下 昨天有没有来 各位昨天最低多少 111啊 各位有没有来附近啊 我的会员都知道 我成立好讲附近 就是两块之间 两块的上下两块钱 各位就是附近 所以全部成交 各位昨天那种盘 昨天那种气势 很多人根本不敢买股票 老师啊 量好少啊 老师啊 这个盘弱弱的 老师啊 外资放假怎么办 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我已经跟你说过 我成立好在电视上 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我说做股票 买股票要有勇气 霸气跟行动力 各位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 你如果没有勇气 没有霸气 没有行动力 就算这档股票再漂亮 就算这档股票基本面再强 就算这档股票有人要做 你一样不敢买 所以为什么我成立好每次都要在这个 在告诉我的会员 要有勇气霸气行动力 各位你看 我买进了股票 我是不是都有打这个 你看 我是不是都有印这个 勇气霸气行动力 有没有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保雅 各位保雅今天再涨 今天再涨 昨天赚20块 今天便赚32块 各位你看到没有 你看利基 昨天买利基啊 今天直接工掌停 各位你看到了吗 我不是其他老师欸 我不会叫假 不会作弊 不会欺骗 不会吹牛啊 我只需要等你的一通电话而已啊 我需要帮你啊 我也希望你自己能够帮自己啊 你如果自己都不帮自己 我怎么帮你啊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说过 各位 现在这种行情就是来回震荡的盲点测试 昨天已经跟你讲量缩到一千多亿而已 各位人家已经在布局了 你还搞不清楚状况 有时很奇怪 投资人就很奇怪欸 每次涨的时候大涨偏偏想去追 每次拉回的时候叫他去买 拉回量缩叫他去买 老师啊会不会有更低价 莫名其妙 你今天寻求一个老师 不就是因为这个老师能够帮你 带你在股市里面赚到钱吗 你才要跟着成立好嘛 不是吗 你如果今天你自己很厉害 你也不会看电视节目了啦 你如果今天你自己很行 你也不会寻求一个好的老师啦 今天你既然相信成立好 你跟着我们一起打江山 各位就交给成立好就好了啊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看 立即掌停板 而且各位 我昨天就告诉我的会员了 请看一下 各位 我是可以用华的喔 两个字 你有没有看到 昨天两个字 各位 另外4968立基 大家还记得有没有 还记得有没有 两年前我们有做过 因此在这两天 我们就先布局了 要布局了 在110附近做分批布局喔 在年后将有大波段的机会 各位昨天7点40分就在讲 昨天两个字 你看到了吗 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 我跟你说过 各位像立望 我们来回做价差 赚了一万五千块的价差 四星KY来回做价差 创造一万四千多块的价差 金星科来回做价差 创造一千三百多块的价差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各位现在我们开始又回来做立即啊 各位你千万不要乱追喔 你如果不是陈立豪的会员 你不要乱追喔 因为各位 我说过这档股票 各位我上个礼拜 不是有连续两天送你一档股票吗 我上个礼拜不是连续两天 说你的电话号码 如果有0136787 你打电话进来 你记不记得各位就是立即啊 就是4968的立即啊 我的会员都很清楚啊 所以各位送给你的 对不对 在相对的低档你敢买吗 你如果没有在盘中四个半小时 陈立豪带你进 你怎么敢进嘛 你如果在昨天7点40分 没有接到陈立豪的手机讯息 你敢买吗 你绝对不敢买 所以各位帮我鼓鼓掌 我需要像其他老师在造假作弊欺骗吹牛吗 不需要 各位你知道吗 你参加陈立豪 就很像买了一个定心碗一样 定心碗 你今天昨天就买10张就好 你昨天就买10张就好 各位今天涨11块 你是11万 你如果买100张 各位到今天你是110万 昨天到今天 各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们都是辛苦的一般的 我希望你成为有钱人 我跟你说过了 我也跟你说过 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各位一通电话真的这么难吗 一通电话真的这么难吗 很多人每天在股市的蟑螂 每天要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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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吗 你如果没有盘中四个半小时 待进待出 你要股票有何用 没有用 各位你看 我昨天跟你说过了 各位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 你看 我不是昨天举例保雅吗 我昨天是不是举例保雅 我保雅做了几次 我保雅从10月份做到现在才做几次 赚了多少钱 各位昨天你看 我不是拿给你看吗 你注意看 你看保雅12月18号 我们又买回来有没有 450块加码 各位 12月20号450块附近又买有没有 你看保雅 你看保雅 各位 连续两天 10月20号买的 10月18买一次 10月18对不对 你看10月20买的对不对 10月20买的 你看看各位 连续还有三天低价让你买 你看 各位连标两天 连标两天 各位今天最高482.5 各位 我450块附近买的 450块附近买的 各位 昨天不是标到470 471吗 赚了20块 累积293了吗 各位 到了今天你看 各位 这是昨天嘛 471嘛 今天12月27号 482块半 各位价差又多了11块半 你看 价差又过了11块半 我就算32块好不好 各位32块好了 好不好32块 你买10张32万 各位100张320万 你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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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现在已经多少钱了 昨天293 对 293嘛 对不对 293再加上这边的算12块 各位 已经多少 305块 各位已经305块 才做几次305块 对不对 我今天为什么要求公司给我在盘中 来给你们做见面 各位 你看现在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 早上10点18分 涨109点 各位再给你看一下 昨天买的利基 你看 今天马上工涨停 今天马上工涨停 各位做股票也这么难吗 各位 我的会员给我比这个 你看 各位 买到之后 你看我的会员给我比这个 各位 对不对 老师非常感谢你 老师非常感谢你 麻烦多照顾啊 老师非常感谢你 对不对 各位再看一下 谢谢老师 老师真棒 老师真棒 各位看到了吗 要不要再看 各位你做股票 你要懂得来容去卖 你如果不懂得怎么买 不懂得怎么卖 就算好的股票对你来讲也叫垃圾 各位你记不记得我前两天上个礼拜 不是跟你讲航运概念股吗 我不是跟你讲航运概念股各位 上个礼拜叫你171块不要买吗 结果连点两天吗 我不是跟你讲差不多可以买了 你看今天红的 你看今天马上变红的 各位看到没有 有没有厉害 有没有很强 各位实战经验的老师啊 我奉劝全国的投资人 如果你告诉我说老师 我现在开始我下定一个决心 我想在股市里面大发力士大赚钱 你可以帮我吗 各位我一定帮你 一通电话就好我帮得到你 如果你在这边 你的想法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 一下要跟一下不想跟 一下要干嘛一下干嘛 我奉劝你退出股市你不要做了 因为你的个性不适合股票 因为你在股市里面你赚不到钱 因为你没有勇气没有霸气没有行动力 你赚不到钱 我真的奉劝你 我这个人讲话很直接 我不会因为想让你参加我的会员 我就跟你讲赶快赶快随便乱讲话 不会 各位我再强调一遍 你如果从现在开始 你看到陈丽豪的电视节目 各位你想说跟着陈丽豪打江山 想在股市里面真的大获全胜 工程掠地 想要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赶快赚钱来做布局 各位来找陈丽豪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迈入一月份 各位还没到一月份 我不是跟你讲我的股票都选好了 我不是跟你讲这档股票我买到之后 我要衔接到明年 各位我有骗你吗 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讲了吗 礼拜四礼拜五的节目 连续两天送两天的股票 各位4968利基你有买吗 你敢买吗 你敢进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利基 所以各位 你千万不要看到涨停板 你就要跟着去追 对 那各位 我做股票是有方法跟技巧的 知道吗 我这档股票 各位 我不是跟你讲吗 金星科这档股票 我来回做价差 做了1300多块的价差 各位 立即这档股票我回来做 我是谁 我陈丽豪 我跟你讲 这档股票我也一样会来回做价差 你要懂 所以你千万不要乱做 你如果乱做 两边被打巴掌 我不管你 所以各位 跟着利豪安心放信用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各位 我昨天跟你说过了 一般70%是辛苦的 20%是一般的 我希望你成为有钱人 好不好 各位 所有业务都在等你 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 好 股市散户站起来 588团结专案 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 你不用单打独斗 大家团结 超前减 团结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02-8511-3366 相信 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 共同追求股市决胜 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 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只不过迟到 老板就说要开除我 要打官司 还得保去台北 勞动事件法实施之后 勞工可以在工作地 法院提告 而且裁判费 还可以减薪很多 劳动事件法 保障劳资四重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容易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新来的投资朋友们 利敖常常在电视上讲 人的一生当中 有这么多的机会 机会到的时候 你会不会抓住成立好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看我的电视 看第一天 看第二天 看第三天 那各位 或许我讲话的方式 你不喜欢 那也就算了 因为无所谓了 但是各位 如果你看我的电视节目 看了一段时间 我从头到尾都用手机验证的老师 你如果还在犹豫 还在担心 还在想东想西 各位 那我奉劝你 任何人都帮不了你 我跟你说过 我不是神 我不可能每支股票都能够 能够让你真的 买到这涨停板 我不是行 我不是神 我是人 人 既然是人 一定有错误的时候 但是各位 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如何的在对的过程当中 如何的大胆敢去加码 敢去追价 勇气霸气行动力 当你在做不对的时候 你如何的去做停损 如何在赚大钱的过程当中 去做停力 各位这些都是技术 这些都是一个 必须要有勇气霸气行动力的老师 各位你可以看到很多坊间的一些电视台 你可以看到57台58台 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专家 很多所谓的学者 很多的投资人就喜欢这一派 很多人很奇怪 就喜欢听什么技术面 就喜欢听什么基本面 结果听到最后 法人不杀你这种人杀谁 各位你懂的技术面 懂的基本面 难道这些人不懂吗 这些人比你还要懂 很多人很高调 老师 我在股市也一段时间 老师 我技术面也分析得不错 老师 我基本面也看得很棒 老师 我每天都在看股市观测站 老师 我每天都在研究 很棒 很棒啊 我没有说你不好 各位你的行动力呢 你很厉害啊 你很棒嘛 你的行动力在哪里 你敢买吗 你敢进吗 当价位到的时候 你敢做吗 那才是重点吧 所以各位 什么叫勇气 什么叫霸气 什么叫行动力 各位在你电视机前面的这个老师啊 就是我做的到而已 我这人不喜欢吹牛 也不喜欢去造假作弊 讲一大堆废话 如果这里破了 反弹就要出 如果这里不破 拉回就要买 如果怎么样 又怎么样 股市有这么多的怎么样吗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十个投资人八个是赔钱的 就是想太多了 所以各位 我跟你说过 百分之七十是辛苦人 百分之二十是一般人 我希望你能够成为百分之十的有钱人 真的 各位 做有钱人不难 难在你的心里面 我跟你讲股市它不是一门学问 是一门投资学 是一门心理学 当你懂得怎么投资的时候 你就要了解心理学 要想的这些三大法人 这三大王八蛋到底在想什么 对不对 你看这张股票四九六八 我为什么昨天会去买 各位 我跟你说过了 你如果买在 你如果买在这一天 你如果买在这一天 不会动 你如果买在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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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买在昨天 今天马上动给你看 各位 这叫做名牌 各位 你买的实际点 对不对而已 听得懂吗 就像我跟你讲上个礼拜 你要去追航运概念股 我不是跟你讲不要追吗 我说如果你前两天 你没有买到 你就不要去追了 还有很多人去追到一百七 一百七十一块半 套牢你高兴吗 套牢了两天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 差不多可以买吧 今天马上变红了 你看 各位我是谁 我是陈利豪 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投信 我投信的朋友的爸爸妈妈 介绍很多的长辈给我 难道这些人没有智慧去判断事情吗 这是因为我的勇气霸气行动力 我在今天我还是要告诉我七代的会员 尊荣会员 我陈利豪告诉你 我带你进的股票没有带你出 你千万不要出 听得懂吗 我叫你布局的股票 你就大胆布局不要担心 我不会害你 因为我需要你续约续再续约 我需要你跟到我 能够一直赚大钱 不要想东想西 各位你在看 刚刚给你看人家 谢谢我 你再看 每一通都是 各位你看 昨天买到了 立即涨停 要流畅吗 对不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各位再看 来 感恩啊 感恩啊 各位我是谁 我是陈利豪啊 各位做股票你要感恩的心 我也希望会员们真的要感恩 各位我也很感恩你们 听得懂吗 你们既然成为我陈利豪的会员 我就有这个责任 要带你在股市里面打江山 各位年关将近 要赚一些钱嘛 对不对 年关过之后 我开始要带你赚大钱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跟昨天我不是跟你讲吗 我要强力征召大财神 我要强力征召有钱人 你以为我在讲废话吗 你以为我像其他头顾老师 在奔假鬼吗 各位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吃这一套 我跟你说过我是陈利豪 我讲到我一定会做到的人 诚信 诚信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你在今天你跟我讲 老师我真的要开始赚钱了 我迈入2023年 我想赚大钱 各位你还在考虑什么 陈利豪就跟着我就好了 想这么多干什么 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 你每天都有这么大的机会 每天都有机会 你愿意吗 你愿意跟吗 所以各位再给你看一次 立即涨停板 对不对 各位这档股票你看 又来到480了 我450买的 你看 现在录影时间是10点31分 各位快结束了 好不好 所有业务都在等你 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各位一通电话 不会很难 难在你的心里面 祝全国新的投资朋友们 明天插座愉快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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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